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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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间 角落里的一方印章让他眼前一亮 印章布局奇巧 刀工老拉 但是撞客者的名字他却从未听说过 陈师曾急忙打听这个人的住处 随后匆匆离去 在宣武门外的法院寨在宣武门外的法园寺 因为画作卖不出去 只能靠刻印勉强为生 两人一见如故 深谈了许久 从此结为知己 陈师曾是清末大师人 陈三立的长子 著名学者 陈寅雀的长兄 他本人学贯中西 是当时北京话坛的领军人物 这样一位大家 为什么会对一位毫无名气的民间艺人 如此垂青呢 仅仅几年后 这个当年只能窝居寺庙 生活窘迫的老人 却名声雀起 他的画作 超越了陈师曾和同时代的很多人 最终成为了当代中国话坛 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他的名字叫齐白石 朝词 王队 王队 陈师曾是erta 张亚 大人一 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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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9月21日 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浙江美术馆 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书画精品展 拉开了帷幕 这次展览所汇集的经典立作 都是齐白石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 饱览这些作品的观众们 领略到的是 这位画坛巨匠 超凡的艺术魅力 展厅里还有一种别开生面的特殊观赏方式 让许多初次走进齐白石的观众 感到十分惊奇 要看清楚这些作品的内容 人们需要借助放大镜 齐白石用画笔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 精巧的微观世界 放大镜下 蜜蜂身上的每根毫毛 似乎都清晰可变 蜻蜓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秋蝉神灵火线 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什么叫做包如蝉意 这只蜻蜓逼真传神 轻盈透明的翅膀 仿佛在随风微微颤动 齐白石笔下的螳螂 看上去更是形态可居 虽然鹦鹉的姿态 仿佛仿佛随时准备捕食 但螳螂的眼神却透露出了 几分顽皮 旗白石是个老顽童 还有天真的童雀 国人说什么叫童雀 什么叫天雀 就童真之雀 真诚无邪 小哥哥小蛐蛐 这些东西都能入画 而且每一个东西都画得很好 我觉得它是天才 它是有独特的天生的感受 在这些公笔草虫作品里 同样可以感受到的是 齐白石秉性中非常细腻的一面 如果不是具有超乎常人的精微观察力 就不会对各种昆虫突出的生理特征 了然于胸 这是齐白石开创的独特的绘画语言 画家的视角如同一个孩子 匍匐在草丛中 在这个看似云淡风轻的艺术世界里 处处洋溢着生命的喜悦 简洁而风雨 纯朴而雅致 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忧无虑 难道这就是画家本人的童年吗 其实 所有人记忆中的童年 都是被一再美化了的 齐白石也不例外 实际上 它从童年时代起 就尝尝了穷苦和窘迫的滋味 在他71岁时写的自传中 他对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感慨 穷人家孩子 能够长大成人 在社会上出头的 真是难若登天 我是穷窝子里生长大的 到老总算有了一点威名 回想着一生经历 千言万语 百感交集 湖南湘潭 是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 但这个城市最著名的 还是出生在这里的名人 城市中心 助力着纪念毛泽东的雕像 1893年 毛泽东出生在湘潭的韶山 也就在那一年 湘潭的另一位名人齐白石 已经三十岁了 在城市的另一边 还有一座雕像 就是齐白石 1950年初夏 当56岁的毛泽东 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他的湘潭老乡时 格外高兴 为了这次会面 齐白石特意为毛泽东 画了一幅苍蝇图 而毛泽东则送给他湖南土产 这让当时已经离开家乡 快三十年的齐白石非常开心 因为是湖南乡亲 就是湖南人有了个巨牛 就是没开的那种小蘑菇 泡在油里边的 很好吃很好吃 毛主席一大坛一大钱的送 虽然他们都喜欢吃辣椒 都操着一口浓重的湘潭口音 都是农民家庭出身 但与家底还算殷实的毛泽东相比 齐白石的家庭 可以用一品如洗来形容 据湖南市以南四十公里的白石镇 古称白石铺 是历代官道往来的驿站 离镇的不远的村子 叫杏子屋 晨曦之中 村东头的水塘波光凛凛 传说早年有颗陨星坠入塘中 因此被叫做星斗塘 时常飞来的白鹿 似乎在彰显着这里的不俗 水塘边不远处的这栋房子 就是齐白石古居 几经翻修后的房屋 已经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破旧 1863年11月22日 齐白石就出生在这间老屋里 他出生的时候 祖父祖母依然在堂 那时候他并不叫齐白石 因为是家里的长子 根据家谱排法得名纯之 家里人都叫他阿芝 此时正是清朝同治二年 贫穷的齐家 竟靠一亩水田 无法糊口 时常还要靠打零工 才能够勉强维持艰难的生活 阿芝七岁那年 家里缩一结石 用四斗盗骨的代价 把他送到了外祖父周宇若 开办的私塾读书 六十多年后 晚年的齐白石 曾用画笔描绘出了 他记忆中这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几个月后 湖南发生了特大水灾 田里收成十分淡薄 青黄不解 齐家又先后添了两个孩子 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于是刚上了半年许的阿芝 只能回到家中 阿芝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 田里的重活干不动 除了挑水砍柴 照料年幼的弟弟之外 他的主要活迹就是上山放牛 那段日子 身子骨还很担保的阿芝 总是祖母的牵挂 每到傍晚 煮好饭的祖母都会坐在门口 直到听见牛铃声游远而近 才能放下一刻悬着的心 或许正是因为现实的残酷 草丛里那些自由自在的小生灵 才能使它暂时远离生活的忧愁 而童年生活中 那些田野间桌虫补蝶 水塘里钓鱼捞虾的快乐场景 才显得十分珍贵 成为了晚年齐白石人生当中最美好的记忆 儿时的生活片段构成了它独特的艺术世界 也让人感受到在他的回忆中 就开始和这些木工工具打交道了 作为一个农民 阿芝其实是不合格的 因为身体弱 无法承受田间繁重的体力劳动 家里人只能让他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 最初他给一位做木工的本家长辈打下手 他们所干的活计 行话叫做粗木作 他原来最早就是做一板凳木 那时候几乎生活就是无作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身体不好 他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 迫使他要思考很多问题 往往聪明的人 他往往是由于他不聪明 他就无法生存 但是这个外表沉默的少年 内心却有着一些不安分的东西 学粗木作不到一年后 他就有了一次改变命运的努力 那会很苦很苦的 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呢 很激励他的就是 他的师父跟他在一起走 一个田杆上走的时候 对面也过来了几个人 我父亲呢 就看见他的师父呢 很恭敬地测身在那边 让他站着让那边那墨镜过去 我父亲就问他 为什么这些人 你见他们会这么恭敬 师父呢 说了 人家叫做细墨镜 人家做细活的 咱们是粗墨镜 咱们是做粗活的 咱们比不了人家 我父亲听了之后就发愤 我一定也要学会做细墨镜 今天 在乡坛的很多地方 人们依然能够看到 这些老家具上雕刻的花纹图样 用雕花来装饰家具 在清末的乡坛是一种风俗 能雕出这种精巧花样的木匠 在当地被称为细木匠 也叫雕花匠 他们的地位和收入 历来都比普通匠人要高得多 于是阿芝借口干不动重木活 辞别了师父 另外托人找到了 方圆几百里手艺最出名的雕花匠 拜师学医 但是仅仅几个月后 刚学会师父手艺的阿芝 就开始不安分了 他觉得师父的刀法 雕花虽然雕得淳朴粗犷 但生硬而缺少变化 他就自己琢磨着 加以改进 今天 香坛的尹家祠堂里 还依然保留着 齐白石当年的木活 在他这一时期的木雕作品上可以看出 阿芝用改进后的方法雕出的人物 圆润流畅 机体和衣纹 尤为立体逼真 更为重要的是 阿芝对传统的雕花内容 也做了大胆的创新 在香坛的齐白石纪念馆 陈列的他早年做的一张雕花床 床媒上 人物被雕刻的极富生活情绪 他将传统固有的陈旧题材 改变成了民间熟知的传说故事 周围装点着葡萄 喜鹊 蝴蝶等草虫 甚至还出现了荷花 稻碎 这些香肩常见的景象 从16岁学艺到19岁出师 随着手艺逐渐精巧 仿牛娃阿芝 成了远近闻名的芝木匠 齐白石从一个普通的木匠 成为细木匠 他要有这个条件 有这个天才 他要有这样的生活经历 最后生活所迫 把他逼上了 他自己独特的一条道路 1882年 20岁的芝木匠 整日奔波在乡间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他一天也不敢清闲 但是一本书的偶然出现 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进程 我父亲就是在人家做活的时候 发现了一本人家残存的 芥子园画谱 只有没有多少张了 不够一本 我父亲说 我跟您借用一下的 在香坛齐白石纪念馆的展柜里 成立了一些 齐白石用过的旧书 其中的这本书 就是《芥子园画谱》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 城市画的普及读本 文人山石画怎么画 文人梅兰柱橘怎么画 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 猪叶怎么画 猪杆怎么画 兰草怎么交叉 齐白石他在做木匠的时候 它就不是一个什么 循规蹈矩的这样的一个 细木匠刻画的活 他时常是在把其他一些 绘画的这种形象 勾模出来 运用到他的刻画中 于是他就对绘画本身 是具有很大的这种兴趣 他觉得这样子 对于他的木镜活太有用了 木工活上如果有这个样子 来做上去 那好得不得了了 于是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 阿芝做的事情 在家人看来全是不务正业 每天晚上 他不顾一天的劳顿 点灯遨游 描描画画 在阿芝的眼中 这本文人画教科书 才是他最理想的雕画图样 但书是别人的 不能久接不还 方圆几十里又无处去买 情急之下 阿芝只能用儿时学过的描红方法 把它临摹下来 在松油灯的陪伴下 阿芝把画图的每一页 都仔细地临摹了下来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 规范的中国画教材 虽然已经过了人生最佳的绘画 启蒙階段 但是在这本画图的引领下 二十岁的阿芝 无意间 闯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从这一点我们讲 齐白石可以说 他开始了正式地 进入到对中国画的体验 和全面的学习中 戒子园画谱 不仅让阿芝雕出的木活花样翻新 而且他会画画的消息 也在四林八乡不静而走 不少人开始主动找上门来请他做画 他画的最多的 就是被村民用来供奉的神像 每画成一幅神像 阿芝就可以得到一千来个铜钱 约合一块大羊 与制作过程繁琐 周期漫长的雕花相比 这种来钱的方法 要容易得多 也快得多 转眼到了1889年 也就是清朝光绪十五年 此时的阿芝已经二十七岁了 在大多数姓子屋的村民眼里 这个会雕花 会画画 能赚钱养家的枝木匠 俨然成为了当地知名的能人 枝木匠自己也觉得 他的人生也就大致如此 不可能再有更加出人头地的大出息了 但是有一个人却并不这么看 他叫胡沁元 这幅画像是齐白石1896年绘制的 画中这个神情肃穆的人 就是胡沁元 据当地史料记载 他是清末乡坛的一位知名乡绅 兼文人画家 善画工笔花鸟草虫 这是1910年胡沁元的照片 因为喜爱收藏名人字画 广交朋友 性情豪爽 慷慨大方 乡里人都尊称他为寿三爷 一天 这位寿三爷 偶然看到了枝木匠的画作 十分喜爱 或许是天意使然 在不经意间 阿芝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出现了 当时白石发了一幅章语 我的曾祖父夫妻缘 就故意看一看 到底是学一幅 他看了这幅以后 很快要操画 就心里产生一种好感的 像寿三爷为头 晚年的齐白石 在自传中 曾回忆第一次见到胡沁元的情景 当年寿三爷说的每一句话 他都记了几十年 寿三爷说 我也看到你的画了 很可以造就 还问我 愿不愿意再读读书 学学画 我说 我是很愿意 只是家里穷 书也读不起 画也学不起啊 寿三爷说 哪怕什么 你要有志气 可以一面读书学画 一面靠卖画养家 也能对付得过去 他就觉得他是个人才 他就希望他能够有一天出人头进 能够画好 能够写好 而做诗能够做好 所以他就养着它 今天我们在齐白石的作品中 最常见的题款就是白石 此外也有署名齐皇冰生的 白石其实是胡沁元为阿芝起的一个别号 胡沁元为他起的正式的名字 叫齐皇 好冰生 在胡沁元家的十年 阿芝就像进了一个专门为他开设的学堂 胡沁元不仅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功夫 清囊相受 还将珍藏的名人字画 毫无保留地向他展示 并一一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 为了弥补阿芝早年辍学造成的缺陷 胡沁元又请来了当地的另一位名士 为他讲授唐诗三百首 唐诵八大家等古文名片 甚至阿芝每天的作息时间 都被胡沁元安排得很紧 早晨鸡叫起床 写诗练字 下午晚上作画 一刻也不得空闲 这个人的用功也是不得了 他27岁开始拜诗学画学诗 聪明到什么程度 不到30岁 他是三百首从头到尾的 还不认得多少字 能全背下来 然后自己拿字注字 进胡家几个月后 只上过半年私塾的阿芝 就显示出了不凡的灵气和悟性 在他平生创作的第一首诗中 就以墨献牡丹称富贵 却输离取有鱼竿的诗句 赢得了众人的赏识 五年后 阿芝创作了《龙山七子图》 这幅画描绘的是 相谈当地文人雅士附诗聚会的场景 他自己也以文人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聚会 并被推选为诗社社长 出身贫苦的阿芝 终于挤进了地方文人的圈子 在胡秦园的周到安排下 阿芝逐渐放下了雕花工具 走上了以画为生的道路 牧家阿芝从此消失 民间画师齐白石诞生了 然而在这一时期 齐白石作品的风格极其波杂 既有用西洋精细画法表现明暗体积 肤彩浓烈 带有强烈民间情趣的人物肖像 也有造型脱胎与戒子圆画谱 与晚清流行的侍女画 十分接近的美人图 他的花鸟作品 有的与胡秦园的画风十分接近 有的却又明显带有 模仿八大山人血液的痕迹 这就是当时的齐白石 虽然纷乱的题材是画家的忌讳 但却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 尽管几十年后 齐白石把这种不相融合的忌讳 变成了一种独创的风格 而此时他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为了生存 他必须照这个路子画下去 1900年 世纪之交的中国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 而这一年 对于已经三十八岁 学艺已满十年的齐白石来说 却是一个安身之年 立秋之前 他搬到了 用卖画所得的三百二十两银子 点坐的湄公瓷 在新盖的书房里 悠然地裹起了他祖辈从没有过的文人生活 他对自己很满意 如果没有随后发生了一系列变故 他也许能成为 像胡沁园一样的地方名身 那样的话 人们今天也许就只能在相谈的县制里 看到他的名字了 他 这漫长大美无言 大美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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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